在杯子裡 我喜歡加梳打水 我現在即制梳打水再沖出來 試飲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ay 最近很流行檸檬磚 可以減肥和減肚腩 我都很想要 搬了兩粒回來了 我都沒喝過 說說它如何飽泡 聽聞它很快就可以每天喝一粒 兩個星期就可以收到肚腩和減肚腩 我還未試 試一下味道 因為也有朋友告訴我 它很酸 說一下它是一粒什麼東西 它不是啫喱 它是一些液體狀的東西 它每一粒已經有很高濃度的濃縮 它不是濃縮質 它是圓過檸檬 去到蓮皮 大核 整個檸檬拿出來 你知道核和皮的檸檬是很有營養 維他命絲很豐富 它只需要把它倒出來 倒在杯裡 其實它是一個 嘩 真是很酸 但那種酸味是很鮮的 你可以加水 一粒磚就加500ml水 如果很酸的就再加其他東西 我就喜歡加梳打水 我現在馬上即製梳打水再沖出來 我們先試喝 好 積製了梳打水之後 我們就可以沖出來試味 是不是真的傳說中那麼酸 它伸出了一個蜂蜜的加起來 其實是一杯特飲的 很漂亮 試一下 是不是好味 不是 很棒 真的很棒 好像那些罐頭 不是 罐裝的檸檬梳打水 你建議一定要加梳打水 很好喝 它跟我們的原汁 青檸汁有什麼分別呢 青檸汁呢 它們的檸檬有穿層皮 可以抗老退化 但這個也是台灣製造的 它一粒粒帶出膠 一粒粒分量很清楚 是要喝多少 這個是補充回我們說有胃命C 還有主打是減肥的 每一天喝一杯 其實它的卡路里又低 而且完全是天然的檸檬成份 我第一次試 我等它回來試一試 兩個星期之後會不會再瘦一點 接下來我們還有很多新的東西要介紹 記得追蹤我們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